在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中同样隐藏了一条换穿全片的暗线 第一次魔法大战结束的前一年 邓布利多在猪头酒吧面世 如今已经成为霍格沃兹占卜克老师的特里劳尼 特里劳尼做出了一个关于伏地魔的预言 当时还是使使徒的斯内普偷听到了这个预言的前半段 内容是预言之子将在七月末出生 他的父母曾三次抵抗过黑魔王 满足这个条件呢其实有两个孩子 一个是哈利波特 而另一个则是纳威龙巴顿 不过最终伏地魔选择了和自己一样的会选巫师哈利波特 于是就有了伏地魔追上哈利一家以及第一次覆灭 而如今随着伏地魔复活 和哈利在里德尔老宅展开对决 伏地魔惊讶的发现自己居然杀不死哈利 甚至让哈利侥幸逃脱 伏地魔陷入了沉思 开始回忆起那个关于自己的预言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安兵不动 开始想办法得到预言的后半段 试图通过完整版的预言信息 找到干掉预言之子的办法 如今这个预言就被存放在魔法部 地下九层的神秘事物司的预言球中 于是拿到预言球获得完整版预言 就成为伏地魔阵营这个阶段的首要任务 于是明里暗里一场贯穿一整年的预言球抢夺战 就此展开 最先被利用的是凤凰式的初代成员斯多吉 哈利他们开学前往霍格沃兹这天 斯多吉原本是护送哈利前往国王十四车站的成员之一 但是今天斯多吉却无故缺席了 同为护送成员的穆迪 还吐槽斯多吉怎么变得和龙顿格斯一样不靠谱 但是就在哈利开学一周后的预言家日报 就刊登了斯多吉试图闯入魔法部进行盗窃 于是被判入狱 在阿兹卡班近近六个月 原来之前斯多吉在为凤凰室值班时 被马尔夫的爹卢修斯施了夺魂症 试图通过他进入神秘事物司盗取预言球 结果刚进去就被逮捕了 不久后卢修斯又暗中对在神秘事物司工作的博德 施了夺魂症 试图利用博德的工作之便盗取预言球 但是当博德触碰到预言球 居然就直接疯掉了 于是可怜的博德就被送进了 圣盲根魔法伤病医院 咒语伤害科的长驻病房 阿兰带着博德的最终命运 是被死死图寄来一盆魔鬼网 直接灭口了 连续几次的盗取预言球 都已失败告终 但是伏地魔 试图得到完整把预言的行动还在继续 这天夜里 哈利做了一个噩梦 在梦中 哈利化身伏地魔的大蛇纳吉尼 蠕动着身躯前行 来到魔法部的神秘事物司 在前方看到了罗恩的父亲 于是用自己的毒牙 疯狂的咬向罗恩父亲 原来当天晚上 罗恩父亲在为疯狂室值班 刚想碰上了伏地魔 派出大蛇纳吉尼 前往神秘事物司寻找预言球 也就是说 哈利梦中的景象都是真实发生的 惊醒的哈利 赶紧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邓布利多 也都亏了哈利的及时预警 罗恩父亲捡回了一条命 其实哈利和大神纳吉尼 是伏地魔维尔的两个活着的魂器 他们和伏地魔之间可以共享视野 而伏地魔 也就是在这一刻发现了这个秘密 这一学年的邓布利多 从一开始对哈利的态度就冷冷的 甚至不愿指示哈利的双眼 其实邓布利多早就推测到了 共享视野的可能性 而如今邓布利多的应对策略 是让斯内普给哈利开小灶 学习大脑封闭术 从而杜绝伏地魔 从哈利大脑中弃取有用的信息 伏地魔回归以来 最大的恶性事件发生了 负责阿斯卡班守卫的士魂怪 全面倒向伏地魔 大量食死图越狱 而其中最出名的食死图 就有小天狼星的表姐贝拉 但是可笑的是 伏地部长哪知整个魔法部 都觉得这次越狱事件 是如今人在逃亡的小天狼星一手策划的 在这群郁郁的逃犯中 还有一个名叫卢克伍德的食死图 卢克伍德曾经是魔法部 神秘事物司工作人员 从他口中 伏地魔才知道了 原来预言球 只有预言中提到的人 也就是伏地魔本人 或者哈利才能拿取 如果其他人去拿 就会如同之前的博德一样 直接疯掉 要说伏地魔开始谋化阴谋 最后导致小天狼星之死的关键人物 其实是小天狼星布莱克家族 年迈的家养小精灵克利切 一直以来 克利切受到小天狼星的弟弟 雷古勒斯的照顾 克利切对雷古勒斯忠诚不二 但是因为雷古勒斯是食死图的缘故 平时小天狼星对克利切就没有好脸色 克利切虽然也不喜欢 总是对自己冷暴力的小天狼星 但是作为家养小精灵 又必须听从主人的吩咐 直到这天小天狼星冲着克利切大吼 让他滚出去 于是克利切真的离开了布莱克家的号宅 消亡了马尔福家的庄园 虽然克利切因为赤胆中心咒的存在 无法说出如今作为凤凰社总部的布莱克家的位置 但是他透露了小天狼星和哈利如同父子般的关系 而这也为伏地魔亲新布局 制造小天狼星被扣魔法部的假象 将哈利一步步引向神秘事物丝埋下了伏笔